貨車司機下車 只見他才剛走到車尾 整輛車開始向後倒退 司機嚇到伸出雙手 想阻擋人肉擋車的結果 就是跟著貨車一起向後滑 從另一個角度看 當時後方還有一輛公車 也跟著倒退 但根本來不及了 貨車直接撞上 司機就這樣遭到夾擊 他倒退的時候 我有下去看 車上怎麼沒有人 那我第一個直覺 我就覺得是不是 手拉車沒有拉好 公車站立要倒車 他剛好下去 卡住 假如說沒有公車的話 他就一路下去了 那更危險 事發在新維市新店的玫瑰路 13號晚上9點多 可以看到這裡 因為路面狹小 公車停靠站時 都得要倒退路 才可以完成 而當時陽性貨車司機 是剛好把車 停在超商門口 準備卸貨 救車輛突然失控 向下滑 釀成死亡車禍 成為事發現場 這裡是一個斜坡 當時貨車就一路向下滑 至少30公尺釀貨 但到底是沒拉手刹車 還是手刹車沒拉好 用貨是機械故障 一切都是之後警方的 看嚴重點 進一步調查 由於職業駕駛 駕照每三年就得換一次 但陽性貨車司機 沒有定時換照 等於他是五兆開貨車 但他送貨經驗 至少五年 怎麼會突然發生這種事 專家表示 一般斜坡停手排貨車 都等要拉手刹車熄火 才算完成 但這回到底哪個環節出問題 還得釐清 而貨車司機 就跟往常一樣 停車送貨 萬萬沒想過 自己會在最熟悉的工作上 因此賞命 TBS新聞 羅文昌吳欣 新星期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